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舞槍,我是主持雪麗 有馬耳啦 無蟹呢 贏人者 何馬仔 上個星期講完一套,我非常罕有地正經回來了 那是四一號二人接,其實我覺得 那是四一號二人接 我忘記了,但我們那天是非常正經的 我好看見各位聽聽我們怎樣很正經去講一套動畫 我們是很少可以這樣做的 你們很久沒有這麼正經的說話 因為我近來少了出現,各位我是無蟹,希望你們還能見到我 所以我們突然說,原來是零這樣說 原來你平時很不正經的嗎 是很難不套租地去講他 雖然他裏面也有一些,但是套租還有套租的說法 還有套租的說法 幾乎四社都已經夠了 那我們繼續講完其他的舊番 第一套說 虛冤那些就叫做殘酷 其實我們跟著講的都非常殘酷 不是很現實,很寫實 不是很殘酷 很寫實 都真是殘酷 現實得來帶點殘酷,好嗎 應該反過來講,現實就是殘酷 不如殘酷得來帶點現實 我們跟著要講那套 就是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是一個男主角照顧一個除了會畫畫 是完全是這個... 問題 最近的新聞有一宗 七、四、五 廣東是不懂得照顧自己 不懂得洗澡,不懂得煮飯,不懂得吃東西 當然是 嘩吃東西 只要可愛 那她把它把所有能力都點到畫畫畫 這一套東西應該也適合香港父母參考 我幫你照顧那個 到底,如果你不想讓人說你那個是在鐵 原因是,你會先把那些外層極臟 不知道你要去叫 CAP 打機吧 全部又是一條出路 你 irgendwo可以打到世界第一 都可以的,可惜通常人都半空水,又不是很勁嘴炮 講本身女主角珍伯來日本的原因就是為了畫漫畫 因為她點滿了畫畫的技能,但她完全沒有點編劇的技能 所以她的畫只有畫面 有話這麼說,因為漫畫很多時候,如果她不是這些SF的東西 就算是SF也是一樣的,你需要一些生活的細節去補充 如果你本身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邏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指引人都沒有的話 很難可以寫一個故事是可以很生活向,既然劇情不行的話,你畫再美都沒有 不打不撞,起碼就是她在這個櫻花莊裡面的所有人全部都是不正常的 她自然可以寫一個帶點現實不來,又好自由,又超乎常理的故事 那她就可以連載到 純粹是她的畫漂亮,加上一個OK的故事 不,其實這只是業界的陰謀,世界知名畫家畫的漫畫 這個著頭很重要的,知道嗎? 不知道,最起碼故事裡面她沒有用過這個去做著頭 編輯她沒有說而已,你以為沒有嗎? 還有,你始終畫那類,我不知道啦,可能真畫之前畫那些是柔畫那類還是什麼 喂,你可不可以理解到,你估計到,不加索去抹碗漫畫出來是怎樣的呢? 即是每一張都好像《無奈第三》,死人一樣 你應該是嗎? 你覺得那套漫畫好不好看呢? 是不是?你覺得惡之如的動畫版啊? 不是,她的抽象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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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她的抽象畫,你應該看不明白那些漫畫 是啊,兩樣東西來的,你始終... 是,我也知道是畫字,但畫字不是一樣的 漫畫和你本身那類的藝術向,西方向的畫 完全不同,不是有些,應該是完全不同 那不重要,其實因為本身你說,你當真真是她 她真的點滿了這個畫的技能 她任何的畫,她都可以畫出來 那其實你說,本身的故事裏面,其實 在整個櫻花莊裏面,基本上全部都是能人而是 即是漢子,是點滿了某一個技能 基本上已經是 主角,主角養貓技能點滿了 主角是家事技能點滿了 不是,主角點滿了技能,是照顧一班頂尖有沒有自製能力的天才的技能 即是成功的女人玩,男人背後都肯定會有一個成功 一個男人 不是,即是她其實... 她其實未來的職業應該是管家 糟了,那麼清心,什麼都沒有 她最初的佈局,其實令到那個故事就是 最初就是主角,空太,就開始就照顧 因為她最初以為真白刀只不過是一個很聰明的女生 然後發現原來這傢伙是全世界知名的畫家 她開始就有點妒忌,開始以為 她說,這女生沒了我不行的,哈哈哈哈 她很明顯是她的總理 你說的在哪裡 你這樣想來的 問心那句,你認不認同這句 我不認同,我看不出我,不好意思 當她知道真白是一個知名的畫家 她那個衝擊力,有多大的衝擊啊 應該這樣說吧,原本她是不知道她什麼來頭的 也不知道她有什麼影響,她就知道 面前這一個是完全不懂得照顧自己的講堂 但是呢,後來就發現 原來這個大有來頭,在外國做明星大版 大師級 對,自己有眼不識泰山 攻略她的快點 那時候,我不敢說那一刻有沒有妒忌 那一刻應該未必有的 因為未必有直接的比較出現 但是至少那一刻,她會突然覺得 叫什麼,很突然 那一刻看到原來一個這麼大的人物在我面前 反而是這件事先叫做惟隱怕之後的劇情 又比較出現 因為她始終她自己又不是畫畫 其實她跟她沒有一個交集 我想那個衝擊其實是說什麼 在整個鷹花莊裡面 阿龍之介啊,或者癲的那兩夫妻 都好,她們各自各在自己的領域上 而阿空太也知道她們在自己的領域上 都是超人一等 超人一等,或者是很受外界的賞識 而來了一個說,好像是 又不知道什麼來頭,但至少她畫畫很好 突然說,都是 還比那幫人更加厲害的人 然後她就會想,我自己究竟是什麼來呢 不是 本靠 這個莊她沒有地位,知道嗎 她做打爪才知道 你衍生了就是 因為開始就有些說,我究竟有些什麼想做呢 原本有開始就是為了脫離櫻花莊 有開始就思考 不是脫離櫻花莊 脫離宿舍 因為她的宿舍不讓她養貓 她原本沒有地方去 因為她有很多貓 她有養貓 但當那些貓都送她去櫻花莊 她一定要走進去寫著 其實她很想離開櫻花莊 因為她覺得 她是一班怪人 潛意識來說 其實她不想在一班天才面前 你會令到自己很自卑 不是很大壓力 前期不是的 前期不是的 因為他們學校的時候 標籤就是標籤的花莊 是不正常的人才住的 所以 空太就不想自己 都好像變成一個不正常的人 所以就不想進去 但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班所謂的不正常人 個個都是真的不正常 超人 超人方面的不正常 就是那個才能方面的完全不正常 就跟她想像中其實有點差落 但至少無論如何都好 一開始的時候 她想盡力把貓都送出去 那我就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我可以做回一個普通學生 又或者再簡單來說 一開始就沒什麼大志 反而就是因為 在這個天才群之中 她突然覺得 我是不是自己應該都要做到些什麼 就是是不是 我是不是應該都要找一方面 去點門去 是咯 住了這麼久 有些天才氣氛 已經吸了一點點 就是她已經留了點了 升級又不點了 在裡面的其實 她開始就佈局 其實就是講 美少彤和仁 這一拼 一個就不斷滾女 一個就完全是 倒貼式 完全是 還不是倒貼 我認同 我認同 我認同是倒貼 你還想怎樣 送給我媽媽的人 你開頭那裡 其實你會見到一個樂塞 就是為什麼阿仁 完全是不理他 就是是不是說 喜歡到就是 我還是不敢碰他 最後她的那個 其實初初是看不到的 初初是覺得 可能純粹覺得 這個人很煩 好像是 保持一個朋友的關係 也不想保持的 千雷觸碼 最後那個劇情 人也有描迫過 有描迫過 即是說 其實自己很久之前已經喜歡 但她不想 這麼快跨過這部 而且她自己有她的計劃 這個是跟之後 我們所說的 平凡人和天才之間 那個的 紅溝 你也可以說 紅溝 是有關係的 其實仁和美少 這一對也是一個表現 還有仁她好像說過 因為她覺得她 配不到美少 她覺得她的才能 還沒有美少 她說她配不到她 而這個 你可以說 其實某程度上 是跟 空泰和阿珍白 這個關係 空泰固然是 即是說 一個天才 一個平凡人 你又喜歡她 但你又不想拖累她 因為美少 是很想找阿仁去寫腳本 但她也知道 阿仁的腳本 是追不上 她的動畫 的製作水準 你看她的電話瘋了 她瘋了 但你說 在那個界別裡面 她明顯知道 阿仁明顯知道 她始終跟美少 是有一段的實力距離 當然你說是本身的才能 以及 就是 知識的分別 你可以說 其實這裡 你配合 其實為什麼 很多時候 阿仁是 空泰的人生導師 就是因為 他們的處境 其實是有少少類似的 都是一個平凡人 她又想去做到某些事情 去配合 我不知道 最後回到 我真的不知道 她是否喜歡阿珍白 還是什麼 空泰 但是 Anyway 這個情況是類似的 這件事 在做男人都明白 那當她是寵物 而已 哈哈 我沒有說什麼 哇 這個故事真的很悲劇 當然你說 阿仁的態度 就很積極 比你質疑或空泰 她是有著目標 我應該要做到什麼 然後我先向女兒去表白 阿仁 是啊 是啊 她已經是有了 就是她 特意想拉她的距離 其實她不想影響到美少 或者是令到她的步伐停止了 她不救她 但問題是 她做的事都很影響美少 例如呢 每晚去不同女人的家 那些 那些事讓你比心 老實說 我覺得 美少是不在意 這件事 她覺得老公出去偷吃 她會回家就可以了 真是很難過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而那個案子 你看到就是 所有美少人的失落 她通常不是聽到阿仁 說出去滾女 她是因為阿仁不滾她 那一刻她才失落 那倒是 真是陰慧一點 說真的 選了外面 一至日都是外面 回來吃一餐 安樂茶飯都沒有 又這樣不撐她 又真是慘 老老實實 其實阿仁這樣說 只是出去做些什麼 你不要理 畫面又說了 她說 我猜到你出去 你都不敢偷吃 你都是在我面前演戲 你這個四眼仔 哪有這麼好能力 再次證明 天才的想法 不是我們正常 揣渡到的 你當她真是 已經看死了阿仁華 你都是找那個藉口出去 但對美少來說 你找藉口都不要緊 你是完全對她 完全沒有反應 他會覺得人對她是沒有反應 純粹是覺得她不是一個女人的存在 對阿 脫了衣服 你都不動我 幹什麼 大哥阿一至日都要陪不同人 還要徵徵人亡 還要有反應 這對的關係 其實是說到 她先跟她姐姐拍拖 真是PK 怎樣啊 有什麼意見 老實說 我不知道是阿仁她本身的手段高 還是那些女兒真的這麼大方 那些女兒很明顯是 好像全部都說 你喜歡另一條女兒沒有問題 或者我知道你喜歡這條女兒 或者我知道你在搞另一條女兒 但是說 I'm not care 她的點其實都可以追求女兒 其實她都是天才 就是追求女兒的方面 小發練的天才 小發練的天才 其實編劇只不過是 她多出來一點點內 我絕對認同有馬和模擬說這句 她追求女兒的程度 她都面對連學生會會獎都可以追求 連男的她都搞定 我不否定這方面 我想想學生會會獎是誰 男的字 我記得了 當一項技能點到極致 就是可以發不可能為可能 我這樣說可以令個誤會擴大一點 我留意了你這件事很久 你幾套東西都說成這樣 不是 你是不是某些東西覺醒了 我們總是這麼說 她對學生會會獎是霸王硬上攻的 硬硬衝銳利屋企 硬逗留下來 硬不知道做些什麼 你明白就是她所有的對象 都是持一個包容的態度 去對待她 罵就照罵 但是你照著 OK沒問題 或者你照吃 OK 飯 這些簡直是 除了你說點滿之外 你不能夠用其他字眼去形容她 是吧 真是可悲 當然你說阿仁那個標是 她想自己再去大阪去修煉 怎樣去寫一個 襯得起美少的製作動畫能力的腳本 所以才離開 其實我老實講她離開她的原因 因為其實本身美少太執著於阿仁的腳本 因為如果她用阿仁的腳本的話 就會拉低了 即她會覺得拉低了美少對她的評價 對她是不正確的 她會覺得是 還有就是說 好像阻礙了她的發展 即她又不想這件事 她想就是說 她在後面努力追 而美少繼續向前跑 直至她在後面追得上為止 當然我不知道她追不追得上 這件事 可能分分鐘都是追不上的 可能她就整個世間見不到回事 可能是 不一字一第二樣都沒有見不見 明義上已經是夫婦 最後美少就是知道 我看死你都是追我不了 我都來一招爆黃眼上公 她 不應該這樣說 人都叫做 或者反過來 叫做 作為一個男人來說 你又不想說 被一個女人永遠壓著你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有這種感覺 我也覺得是 是的 而且美少是一個天才 但是她會覺得 當我未盡全力之前 我又覺得 人會覺得 未必會想這麼快放棄 如果真的說 情況是可的 我真的可能花這四年時間 可能最終 不要說一定要超越先 至少可能在同一個 level之上 其實她會覺得值得 如果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她們兩個之後 無論是發展動畫事業 也好 其實對她們的幫助都會比較大 我覺得人這個考慮 她本身是比較長遠 但是當然 我會比較質疑 她之前對美少那種態度 其實不理不理不理 就是比較奇怪 我覺得 如果你說避嫌的話 避嫌那些 我覺得OK 但其他事情 她問其他女兒 那些 有沒有必要 我經常都會覺得 沒關係 這根本就是你自己自走炮的問題 相信你需要 她個人喜好問題 我覺得 那我覺得是 那如果她說到她 從很小開始 已經這麼喜歡美少 就不會做些什麼 特別是經過了 其實她姐姐 那件事 她姐姐基本上 是美少的代替品 就是 她姐姐問過 你們是不是 當我是美少的代替品 反而反而轉 最後的結果 但是 人那個時候 其實她的樣子 好像很內疚 不回答 但是經過這件事之後 來到 之後 那個故事開頭 那她依然都是 她做的 是瘟女的 其實她是完全沒有進步過 這兩件事 是完全沒有任何掌進過 所以我會比較質疑 其實她這個做法 還有她 避美少避得這麼誇張 那個做法 是不是真的這麼恰當 是不是真的這麼必要 雖然我很明白 她很想在自己的事業上 先穩定這件事 但是 是不是我必要做到這麼 這麼徹底 或者這麼 反而是做那些事 反而是傷害 她最喜歡的人 沒有必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你說 反而是美少這麼嚴強 就是這樣 如果換另一個 可能是心碎 就離開了 你不要告訴她 因為我知道這個人 是瘋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做 那不說不通 你喜歡她 沒有理由 刻意傷害她 那固然 這個是不解的原因 為什麼要溫這麼多女 不知道是她本身有這樣的需要 還是什麼 需要 我很同意第一句 這對夫婦是瘋的 兩個都很有問題 真的 真的 他們兩個是整個 英花張瘋的代表之一 最瘋的兩個 已經是 應該是瘋的 那怎樣呢 其實說完了 人和美少那些 這對夫婦最大的發揮 是這樣的 應該這樣說 其實人和美少的行事方式 我先不要說 好像剛才我中間所說 我對人的處事 有點疑惑 但其實他們大體上來說 處事方向的方針 其實都是比較成熟 至少比空態 他是比較成熟 而你說這一對 其實是每一轉 就是他慢慢去佈局 其實是幫空態 因為 阿仁其實 你當阿仁的角色 其實是 他已經經歷過空態 現在這段時期的事情 他要明白就是 空態會想些什麼 所以他會給他適當的意見 不是你不是憑那個 普通人 你認為他可以想到那麼多事情 或者他會有這樣的質量 他不會 適當的意見 是不是就是 你出去做自走跑 某程度來說 某程度來講 阿仁教他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 不刻意把 教了他 根本是過帶他 暗示的配點 令到他 他都可以有幾件女兒在後面 這個可能是 教導之後的副作用 沒有辦法 你找到那件 怎樣 都會把自走跑能力 沒有辦法 這件事 你避不了 真的 情有可緣 那只是兩個 也好 做人那方面 可能是找人 教 但是實際上 他要做遊戲 做人 不要找人去教 你 實際上 他要做一個遊戲設計 那些事情 找回赤白龍之介 教他 即是這些實際的 可以換回他 應該說 龍之介 和龍之介 龍之介 根本他的定位 是技術支援 總之這個告示 有什麼難題 有什麼IT上的問題 那件事 就由他出面 解決 總之應該說 人對阿空太的影響就是 在他遇到一些迷惘的時候 對他作出一些指導 你應該怎樣去面對這件事 而龍之介那種就是 到阿空太有了目標之後 就像剛才那樣 他是怎樣去支援 你應該怎樣去實現 你這個理想 硬件上支援 而阿人呢 就是你的思想上的支援 所以兩個有點不同 兩個人生導師來的 其實都是 不錯 一次完 不知解枝工具 哈哈哈 劇本來是自己的工具 那當然你說阿空太 開始了他這個製作遊戲 即是他想做一個企劃 他是想做一個 故事裡面都花了篇幅畫 一開始寫完一個企劃出來 然後給其他人去看 究竟有什麼不好 其實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角色 你肯定是說他一定是 開始寫得不好 即是他經過 一定的 一定的 你根本上是個天才 問題是他不是 對 所以這方面就是說 他寫了一些東西 其實他這裏就會有很普通人的反應 就是說 我努力寫了一些東西出來 反應又不是這樣 其實他有多少失落 其實他是有 不過接著你說 再重拾 我可以再改好些 這樣 接著 你這裏就會 給你看 一個普通人的奮鬥故事 其實我覺得普通文學 一種新的東西 你總會遇到瓶頸 即是你 你不知那樣東西 怎樣改進你就一滴 真的不知道 那你可能真的要問人 尤其你在那方面 那個觸覺是真的很強 或者你對那方面 其實你一早已經有很多知識 那我質疑表現 基本上你第一次看 就很正常 再加上如果你本身的遊戲 又不是特別好 你被傳到又整個屎 那樣 真的很難救你 所以是正常的 不是第一次失敗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就算你天才失敗 天才也有吸收經驗 當然啦 這套東西裡面的天才 真的是天才 他的經驗已經怎麼回來了 空太在第一次的企業裡面 他都參加了這個比賽 當然其實在第一輪裡面 他就已經被打沉 因為其實 我覺得 在那個 就是第一次的見面會 就是第一次他去解說那個會 那裡 對方一開始就已經 審了一條問題給他 其實我老實告訴你 這個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遊戲企劃 在去見一個遊戲企劃的時候 我通常不會問一些 你一定會預備的問題 在你表現 你究竟有多熟 這個遊戲企劃的東西之前 他通常會問你一些 你要高思考的東西 你要馬上給一些答案 其實那一刻呢 那位人兄是不需要 空太給一個很完美的答案 不是一百的答案 最重要是你作為一個遊戲企劃 你自己 有沒有想過 有些什麼理念 或者你自己 對這些 critical的東西 你會有些什麼的見解 但是空太因為緊張的關係 他還沒開始訊息之前 就已經被人打沉了 已經被打沉了 我第一次回答你 我第一次回答你 就是技術 然後說 立即輸給你看 我寫字題 你不要理會我做什麼 那些東西 本身你說一個遊戲企劃 它是一個構思 很多東西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要怎樣去構成它出來 這些東西很直接 罩眼起來 就好像說 我一說 很簡單 你說一句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實踐到 一個實踐到的理念 那些東西 你說出來很簡單 但是你程式那些東西 你不能說出來 難道說X或Y 如果什麼L 你不會這樣去跟那個人說 那些人都不會聽你說 他也不會期待你 你回答你這樣的答案 所以你說龍之介 在這方面 support不到 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他這次的失敗 是非常之那麼合理 那倒楣了 他回去同得寫多次了 他都頹了 那個故事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最少都要頹半集 最少你經歷過這個階段 你就知道原來 會遇到這些問題 你就會 下次的時候 可以做得好些 那當然你說 本身 真伯都有跟他是一個比較 真伯都不是 在漫畫的道路上 都不是一帆風順 這只是說 那些畫 那些畫 是很優秀 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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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 了在他編輯怎麼發電話 有真多病 或者心裡 找個原作 誡 摩一個化 架 也會見到就是 它要一直寫 有些 他可能花費的時間不太長 或者他掌握時間 而珍伯就是他已經解決到 我把這個瘋的櫻花莊作為一個藍本 去做這個故事出來 整件事就完蛋了 當然他又把角色調轉了 在矩套漫畫裏面 兇太的角色就是他 兇太是一個天才 在漫畫裏面 而有類童 完全不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很麻煩 要女兒的幫你換底褲 有爆點也不像 現在是男人這樣 我覺得變成像是像 整件事是初生 你不可以盜住那些關卡 加一條條馬 別人說很不行 你要幻想其實 類似就是 你看到英蘭那些 全部都是天才 如果他脫下的人 會覺得這傢伙認得爆 對不對 我想是類似的感覺 我心裡覺得是 不知道什麼 什麼漫畫 雜誌連載 但是你說 珍伯 他都有經過努力 不過你說 他的感覺很捉到路 令到他 兇太失敗了一次之後 第二次他 他很悲劇地 都是失敗了 而珍伯就成功了 他就拿到連載了 出現了 出現了 共同努力 但是這個結果 就開始有微妙的差距了 其實都不微妙 其實一直都不微妙 不過你說這套 由結果論來講 就是 失敗失敗 一起 一個失敗 一個成功 開始了就會有些落差 比較 其實 兇太那個 我覺得不完全失敗 至少他第二個計劃 也算是說 有跟他談過 有說 再去改良 但是最後 都要輸給另一個音樂 都是一天都坐 為什麼要去談 其實 這個不關兇太 第一 第一 你的畫很漂亮 挺有趣 這幅畫是真白的 其次 你們表演來寫櫻花莊 咦我呢櫻花莊出來的 咦 應該大家都有些計劃 這樣就是 其實中途是先經過了 學原際的事件 其實你說 那個 很厲害的遊戲 當然他固然都是櫻花莊出身 都怪人 全部都不正常 但是就是說 他叫做 再一次認識到 兇太的遊戲 其實他是經過學原際的 你不要管究竟 是不是櫻花莊的關係 至少 我還是說一句 一個遊戲企劃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能夠統一到 整班人 很明顯就是 兇太正正就是因為 在櫻花莊練習了一筆本 就是 控制一班這樣的怪人 照顧人 他會照顧人 我也是 當然你要控制一班 你要控制一班 你要控制一班 你要明白 控制天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就是餵他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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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管 總之他練習了一生 就是餵食的技巧 可以令到整班天才 去幫他做事 那 就成功了 你不要管他用什麼方法 你不要管他 鞭策他也好 靜華自身後 什麼都好 總之他成功了 你說這裡 固然你說中間裡面 他都拆入了 他就是 真伯那個朋友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真伯那個朋友 英國來的那個 那個就是 原來 原來 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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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爆了一首 原來為什麼 真伯會想畫漫畫 原來其實 他的計畫 令到他 畫漫畫不錯 然後引誘了他回到日本 那就去畫漫畫 計畫 你其實是壞人 很合理 大哥 你應該這樣說 天才和凡人固然有分別 但天才在這班人裡面 天才都是有個等級差 你可能說 這塔 其實他可能都是 他也是一個天才 但他可能是一個 Lv.5的天才 但真伯他也是Lv.10的天才 你會有比較 既生如何生良 我一直都是一個優秀的人 但我一去到一班優秀的人 原來 在這班人裡面 還有一個更加瘋的怪物 在那裏 那你就會覺得 其實我也是很普通的 反而他們可能會比普通人打擊更大 因為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天之嬌子 說我是有什麼都搞定的 但原來 我上面還有一層 所以他在那個故事裡面才說 為何真伯畫畫的時候 好像會有驅人效果 他畫完一幅畫之後 還會笑你個人 那樣 不如轉學而已 那他那裏 講到那個效果是這樣 我明白 即是整班畫畫裡面 發覺自己再畫一千年都不夠 前面那些人坐在那裡 這麼厲害 我不要再畫了 那班天才 因為他們正正都是因為天才 就知道他們就說 我會看到那個極限 即是不跟普通人說 我看不到那個極限 就是不斷地說 我要努力努力 我終有一天我會成功 即是他們會覺得說 我看到我的極限去到哪裏 我就算我達到極致 我都追不上 那可能他們會放棄 而且他們始終是同一個畫堂 即是同一個學堂這樣計的話 其實 不是很正常的想法 如果大整班人的程度是差不多 其實是正面狀 即是叫大家互相鼓勵 互相競爭 有時你贏下我 我贏下你 那大家都會去努力 但好像是說成所說 當那個距離是大到 你根本看不到他 他故事有用過一個階梯 即是用過一個階梯 即是說大家都是跑來看 但空大說我始終都看不到 真霸在哪裏 即是他用這個例子 我覺得挺恰當的 那個畫堂的情況都一樣 即是當其他學生 根本完全覺得 跟真霸的距離遠到 是完全看不到的 是根本覺得 已經是沒有可能 可以去到那個 跟他一樣同樣的級數的時候 就會慢慢灰心 再加上你始終是 跟一個學堂裏面 那些人會比較 即是大家出來的時候 可能你說參展的時候 一看都知道的 什麼叫高下立健 這幅是一幅 挺好的作品 但那幅是大作來的 是神作來的 那你一比較 就會大家把那些圖片 都放在那一幅神作裡 其他那些就全部粉絲 不要說 現在學生那些 成績那些 一樣 其實類似你所有的東西都是 即是當一個團體 大家都做同樣的 但某一個的天資 特別高高度 是完全另加其他人 即是他永遠都考得一 永遠都追不上 其實 一來他是有孤獨 二來其他人 也不能夠為其他人 做了一個正面的作用 那當然你說這裏 你說兩下一件事 就是本身 你說這個 即是他這裏 講這個呢 其實那個描寫比較觸大 即是你說比較小的 就是說 最後就是 其實你也是喜歡畫畫的 然後輕輕地 就把這個所謂叫做 實力的差距 一個很現實 很殘酷的實力差距 他就輕輕地說 因為我喜歡 我應該要繼續 向這條路去堅持 他用這方面 就說 其實就算有實力差 這個世界上 每個世界都有實力差 如果有實力差 就不用做的話 這個世界很多事都不用做 他迷避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用這個理由 去碎得了Liter 不要再糾纏 但是最後 大家之後都會出事 都是自己想想想 很糾纏的 純粹是 那一刻他會覺得 很滿足 終於說到他 我最愛的人已經走了 但同時候 他會覺得 這是浪費真伯的才能 於他個人來說 其實他是不想真伯 不想跟他一起競爭 但以大維D來說,他可能在藝術這個角度來講,他會覺得真伯是白元蘭的一件人才 如果他這樣流失了的話,其實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我覺得他自己內心會有一種爭執在這裏,也不奇怪 實際上可能就算做了這麼多內同學,甚至他本身是照顧真伯的那位 其實很老實說,真是說生氣,真是說妒忌等一時之間 等於恐太會不會永遠會生氣真伯?不可能的 始終照顧那麼久,一起在那麼久,不可能沒有感情 那如果因為自己一時意氣而令到斷送了真伯的前途的話,他可能自己都過不了 所以我覺得他中間其實有一個爭執在這裏 但他劇情其實,不可以算略過了,我覺得他是讓你們觀眾可以自己預知到這件事發生過 當然,其實你說這方面的事情,其實他是由農之介 因為農之介一直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就說他已經是看穿了你班人 其實農之介在這個櫻花宗裡面,是有一個神之眼的人 他是看穿了所有人的電腦 他看穿了他的尾刀山,根本好像還充滿空態 即是他寫了出來的,就說他還在那個空態 很明顯是,你看到就是他把那份Document傳給農之介的時候 其實阿Mador是有回應的 你見到就是其實Mador的功力其實已經是超越一般性 他已經不是一個普通AI,普通AI的應答是很公式化的 他有思想有感情 那固然你說在這一節裡面解決了這件事 就像剛才有馬和莫懷所說 那當然你說這裏造就了一個最奇怪的一隊 你完全是不能理解為何阿Lita會是忠義龍之介 很合理的 我既然畫畫,即是我的天分是怎麼做的 那我找一個天分差不多這麼高的天才 嫁給他就行了,對不對 你這樣打中,真是神經病 不是的,他可以找阿仁的 不行,阿仁有人 阿仁是普通人來的,他看穿了他 那你說,那如果剔除法 整個櫻花裝在天才裡面 那男人的三件,兩個是平凡人 只剩下一個天才,我唯有選他 你這樣說 喔喔唷好厭紗喔你 你不是這個問題 mother 是世界只有3隻男人嗎 只是江花長那些男人 你你不要反而我會不理會,有些事都是看上載照 我都說了,對不對 我會遇見是女神 是不合理啊,但問題 可能人家喜歡偽良 又不要 Showing the band 系統那個天才良的東西 可能 cognitive的 regulation 的是偽良 你可以 Jenkins 很多也記不記得 當然你說,學園際的故事就是做一隻要遊戲出來,或者是集體遊戲,老實說那個真的不像遊戲,那個叫做什麼呢?劇情動畫? 對呀,人家日本的看文字那麼Enter,都是遊戲來的 他是類似那種有G線,但要選擇的那種,叫做公家決定G線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是不需要那個你實際認識,他就決定的技術,是不需要存在的 只要你一後台看到那單我認識什麼,就這樣就OK了,你不想要寫那個program 你不要你那麼農資界厲害,他覺得我寫得到 不是呀,是一個應急機制,當你發覺學園際,你發覺一段大事 沒有人出聲網揮手的時候,你怎樣你的故事腳下去呢? 你要是不需要Enter制嗎?他沒有做到這個機制 你不要理,他這裏其實是說一班人努力,當然天才和凡人一起努力 當然不會有這個落差的 其實沒有人叫那一刻應該要Band End才是 那才終於這個遊戲 你看到後面說什麼stop了就不動的 當然你說那位一支槍遊員都說 你要人說愛的話,其實真的很難頂 但這下真的,固然他用這個我說了就算 我硬地說,總之突然感動了全部觀眾 然後突然一起大喊,OK飯 當然你說,在故事裡面我們一直沒說到的就是另一位女主角,七海 真的就是悲劇到我,悲劇到我 悲劇到我這個... 悲劇到我這個就是悲劇到我 就說悲劇到你節目都很悲劇到你節目裡都很悲劇 最後才說 我最慘的是看不到他有什麼未來 這真是問題 哪方面的未來好像也是沒有 這些就是普通人 他也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角色,跟空泰做一個互動 空泰有女兒,他沒有兒子 我看見他之後覺得人生沒有暗淡 知道嗎? 有多暗淡呢? 兒子一定沒有 兒子也沒有,事業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你想想 家人又沒有了,怎麼搞呢? 什麼都要重新開始,他已經白費了幾年的功夫 二世殘酷 我最悲劇的特殘留部門,他都這麼慘 都不是說他這麼慘,一游離開 七海的角色就是說 努力並不一定有成果 這是大家眾所周知的故事 對,我真的覺得努力不一定有成果 但不要說差都沒有成果 他真的什麼都沒有 努力沒有成果,雖然會成果 你一隻也成不了人被人摸鋼 就是那種感覺,你明白嗎? 這件事有什麼可能會發生? 你只是從動畫來說,有什麼可能會發生? 應該這麼說 我先不撇下感情來講 其實我覺得 七海的劇情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一個普通人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但其實我只是覺得 好像有殘酷的過分 因為其實 我覺得七海本身的付出是比任何人多 因為七海是說 他要背負家人和家人摸回來 自己一個一個過來 為了夢想 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一邊又要努力去做其他事情 甚至要顧及其他人感受一下各樣的事情 跟空太一起 他要顧的事情太多了 他付出的事情也非常之多 叫做說對比你其他角色 其實有的 你說人那些 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壓力 他有他自己需要負責的事情 有自己的考量各樣的事情 但是我這樣說 我不知道少少少會描述這麼多 但至少我的動畫看上來 我敢說 青山他本身所付出的努力 所犧牲的事情是比任何人多 但他所得到的事情是比任何人多少 他真的有東西拿到嗎? 他沒有任何東西拿到 男生那個人都覺得算了 作為一個動畫 我當我很蠢 我猜不到之後發展 我當我不知道 現在叫做打平手 都叫做跟爭霸打平手 爭仔方面 但至少在善業方面 在星優那些事情上 他完全沒有和正展 是零的 全部都失敗 他叫做拿了經驗 兩年來 他付出過所有東西 是付諸流水 當然 我會這樣說 其實人生也是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人生經驗 你本身的經驗 你本身的毅力 怎樣培養出來 這些都是一種成長 但是動畫 不會很焦點在這些事情上 而且實際上 有些事情老實說 是 胸太失敗了 也有些甜頭 都說曾經 他會接納一下 你找你聊聊天 星儀真的什麼都沒有 聊什麼聊天 不用聊 把空城 把空城回家睡覺 最好看過 我們看動畫 這26集的故事 就是 七海就是一個 女敗女戰 女戰女敗 女敗 女敗 的角色 到最後 他回家 他回家後 跟爸爸 媽媽 再次 再次挑戰 再次挑戰 她的女伍 其實我覺得 他最終是離家宿 根本就不會喊 我覺得喊不了 不一定 這樣說 因為他一開始說 打翻得很嚴重 如果你說到 家裡 連生活費都不給他 其實我覺得很誇張 很難 很難 老實說 如果那個老爸 或者媽媽 是正常常的 沒有可能 女兒說自己一個 走去外地 我覺得這個 情況已經去到很差 如果去到這麼差的情況之下 你還可以心平氣外 回去跟他說 港驗數 其實我覺得很難 尤其《青山紀》 他經常都不太 表露珍色 我覺得他最後一集 他跟家人探牌 都說謊 應該這樣說 七海角色的悲劇在於 就是 你看到很多我們看典型的笑 在動畫裡面 我們看到 大病上陣 我們看動畫 要不就發揮小語 要不就今次失敗 下次成功 而 應該說 所有我們看動畫裡面 一些困難的元素 他都會變成理所當然的失敗 嗯 這個 我都知道 很多人 覺得這個角色 真的很悲劇 很悲劇 甚至覺得 悲劇到是覺得 你很醜 你都給他一個男主角 真白這些 你給他一個男主角 還有什麼鬼恐 那些就算數把 就是 其實 我什麼動畫都剛剛有 剛才說 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成功 這些很老近的事情 你不照做 我都沒有問題 我甚至可以說 你很有創意 但是都不會 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每一次想 其實我有神經 我看完之後 看完整個動畫 我坐在那裡想了幾分鐘 他得到什麼 真的好像沒有 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代入他的角色 他連錢都沒有 他連錢都沒有 那些錢都拿去 去學校 真是 一個萬一他 真是太過殘酷 其實我覺得對的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 你對比現實離島 現實生活很多東西都很殘酷 沒錯 但我看了動畫 你不用搬一些 這麼現實的東西來 打敗我正心 對啊 你應該激勵一下我 起碼叫我給我一點 讓我開心一下 我聽動畫 怎麼搞到我這麼神經緊張 那怎麼辦 不要這樣 真的 不寫實你說 現實也不是這樣 你勞作 太寫實說 我看動畫 我不要這麼寫實的東西 那怎麼辦 這套東西 我不知道 表面上 好像是一套愛情喜劇 類似 你說愛情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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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我覺得這套東西 綜觀我看完整套 那時候 我覺得這套是講 天才與凡人的故事 他並不是講 愛情只是他的腹線 對 對 所以老實說 在這些情況之下 有個角色 真是悲劇到這麼誇張 老實說 如果這個角色是男的話 我相信 那些人應該沒有這麼大反響 可能 但這條是女的 大家都會有一些 憐憫的心 說 你沒理由被這條女的這麼慘 這是動畫的基本法則 你明白 現實中是很正常的 日本年中都不少這些個案 我也這麼說 現實是這樣 但未免太過 我決絕完全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會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 兇太和叉海其實都相似 其實兩個最終 你說在結果來講 都失敗了 但他們本身 在心態上 他們也好 可能花了半集 或一集條井 哭啊哭過 失望失望過 他們都會重新上去 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對的 作為一個人生推動 都是對的 失敗有誰沒試過 我都不清楚 每一位都天才 就算天才 其實在現實上都會失敗 失敗再起步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事 但是 始終有一件事 有些失敗之中 你應該要有些得著給我 不是說完全什麼都沒有 至少有些過程 好像你說空太 那些過程 那些過程我裡面 可能都吸收了經驗 或者說 實實在在覺得我 真的比有些人重視過 就真的不像叉海 我給你一封送 或者 因為差別在於 七海並不是主角 主角視點不在那裡 就算他可能說 在這個 聲優學校裡面 可能說 有些機會 那些東西 等同於說 空太在第二次 得到上色 雖然都未完全成功 但是 開始有些轉機的東西 我們在故事裡面 看不到 最少 你會覺得空太的人生 就算他差 也不算是最差 但是 究竟 因為他沒有描述 其實大家的結果 都是一樣 不過你要說 你見不到 任何的 credit 最少空太 空太那裡 最少有個訊息 就是說他的game 不是不成功 他是有人想認識他 只不過可能 不適合 不適合 這個原因 更加好 更加適合的市場 所以 這套東西 我會覺得 因為他一直 承號戲裡面 他都是表現一些很殘酷的現實 就是說 你無論 你說在 空太第二次 這個 遊戲 遊戲的企劃 那個比賽 首先 先借助了 真伯一幅 很漂亮的畫 好現實來講就是 那一向先看畫 這也是好現實 老實說 如果真的說遊戲企劃 你要說一個人多厲害的話 你應該是靠言語 去打動其他人 就是 他現在那個位 你看到就是 很多人好像是被那幅畫 打動了 多過他講的東西 不是 其實他都帶到 帶到這些東西出來的 一刻就問那幅畫 他在最後 即使通知他說 有另一隻game 給你好 那你這次就不可以了 但是他在最後 還要踩到腳 還要踩到腳 就是說 不過呢 那幅畫在哪裡畫 問一下那些東西 這個其實也可以帶到的 就是最後我們要講的 真伯和 空太 空太 空太那一隊 其實這個就是說 最主要 我想我自己也是 最印象深刻的那一幕 就是說回去 看到一封信 就是在遊戲公司寄過來的時候 一查 咦 為什麼 那封信原來不是我 那個 不是給他 那一刻的衝擊 就是說 當這個空太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他做了一隻game出來的時候 衝擊 先不論 黑工媒體好不好 這些東西不重要 他最終失敗了 他努力過失敗了 但是 阿珍白只是說 隨手畫的一幅畫 都可以被人認可 而他的game是沒有被人認可的 那個感覺就是 偏台與普通人的一個 偏大的距離 老實說 我自己作為一個遊戲企劃 這些事情 我見過無數次 你可能說我看化了 已經麻木了 我可能說 這件事很合理 不要說不合理 合理是合理 我覺得這個殘酷 很理想 當然 在第二次的比賽裡面 很多東西都很現實 很多東西都很現實 很殘酷 首先 一開始 剛才說 畫一幅畫 最大印象的時候 第二個劇 人們去問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在他討論的時候 他們問 這遊戲要做 用多少錢去做 很現實 這件事 並不是說 你這遊戲有貿易 他那一開始是沒有說 是問 誰誰 你覺得 如果要做這遊戲 要用多少錢 他們說這個問題 並不是說 你的遊戲有貿易 是說你的遊戲 可不可以實現 然後 到中間討論到 最後說 因為跟你剛剛撞了 又有另一隻音遊戲的出現 而你 他接著說什麼 都是錢 人家的製作經費 是給你便宜 我不是理你的概念 好不好 人家的 是很現實 這個無論 我不敢說 世界各地的遊戲公司都是這樣 但至少 我認識的遊戲公司裡面 佔了六至七成 最少甚至九成 我會覺得 都是這樣的 其實那一幕 我想 Hardy 反而是覺得 是怎麼回事 就是 他問那個錢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自己 用更好的 idea 去出現遊戲 可能 就是後面 那一隻 打低空派的 idea 那一隻 音遊戲 可能就是公司自己 搞出來 並不是說 沒有可能 正常 什麼是公開 什麼是拿進一份報告 因為 拿你的 idea 但就出現更加好的 就是 在你的 idea 上面 加其他 元素 那這些老實說 你要說到那麼黑 可能黑一點 那麼黑莫的話 是很正常 是會發生的行為 不是 更加確實 最重要的是 他在審查 當時 問隔壁 問錢的問題 我覺得 有這樣的可能性 然後 不是可能 實際上會有 一定有機會 當然 這個更黑的老闆 這個 你等於投標 他知道你的底價 他們會贏你 還有他們有人 他們 要真正的 idea 改得那麼 perfect 那麼商業化 是很簡單的事情 那你也看到 那位資深製造人 說話 那傢伙戴眼鏡 反光的你就知道 一定不是好人 來的啦 那些燈光問題 你敢判斷的嗎 你不被人家盲的嗎 那些盲的 那些盲的 都是高手來的 正常的 這個不合理 這個不合理 那你說 固然 他最後問回 他 在那一刻 其實有成長 他聽到 這個消息之後 他馬上去 反問回 那位製造人 你覺得我的遊戲 是怎樣的 他 當然知道 結果 已經定了 是不好 結果不能夠成功 但是 他要知道 他要怎樣再努力 當然 你不知為何 之後 受到真伯的信 影響 然後突然之間 整個都頂了 這個理解 很正常 那一幕 我報告幾個星期 做生日的事 都不夠這一幅畫 隨便畫幾個幅畫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這一幕 其實 我覺得有些太多餘 其實這一幕 因為本身你說 兇太不是第一天知道 這傢伙有多天才 這傢伙有多厲害 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他在之前 覺得 我雖然是平凡人 但是我可以憑我努力 去追上你那種程度 我覺得他順利 還有最重要是 真伯他的領域是畫畫 我的遊戲 遊戲 我們沒有拉扯的 第一件問題是你畫畫 就可以侵佔我遊戲的領域 那我就沒有定期了 我做個遊戲 應該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試 我做個遊戲 我做個遊戲也沒有關係 Sorry 可能真的是空太經驗 老實說 對我們這些序話來說 兩件事是分開的 兩件事是 就是 你設計是你設計 你畫畫是你畫畫 你畫畫 其實很簡單 這個當然是比較現實的說 這件事是 你怎麼說呢 因為他始終 你珍伯其實他不是 你如果說珍伯 我是打算 是遊戲插畫出身 其實我覺得 他最後 得到那個機會 是正常的 但是珍伯 基本上不說人情 就是我幫你畫畫畫 你對話這麼好 其實就是打單 大哥 喂 女生戴個珍伯 對 我等於說 我去跑一百米 我一百米選手來的 然後路過的阿叔 跑一步跑一百米 你明明說 衝擊是多麼大 喂 你路過的 你送外賣路過 都比我快 那你問我 牙面何喘呢 不是 這個比喻 又未必去到最適合 很會 我的意思是 衝擊不會那麼大 他不會那麼黏怒於 身霸 老實說 他畫這幅畫 鎮壓阿空太接受這幅畫 亦都知道 一幅漂亮的畫 是會有一個衝擊性 你當我很理性 你當我完全不敢性地說 而 去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 有人因為他的幅畫 而去找他 那是因為這幅畫 跟他的遊戲設計 是沒有關係的 你隔開兩件事 我固然覺得 你可以說 因為珍太還是一個年輕人 不是 都是那一刻 我也是 我明白 我明白 又買了那種 就是要侵佔了那個領空 就是你的我範圍 我的事業 你也侵佔了 可能對於 你做慣遊喜者 你對開文分都很清楚 但是 至少我 我和 我們作為外人 我覺得 這個其實 衝擊都很大的 因為始終你漫畫 老實說 我反過來 你漫畫 我想到一個很好的比喻 你成功成不成功 老實說 我沒有什麼神感 你成功了 其實你付出的努力 我未必知道 因為我不是一樣 我不是一齊慢慢的 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 反過來 我做一隻遊戲 很多東西你都不會知道 但你例如說 你殺了我 我們怎麼搞錯 我們應該幻想在一個情況下 是 在 雷神王 Tony 他的遊戲裡面 大家都是看一些畫 大家都覺得 那些遊戲比較好 對 我們應該去 寄風信去訪問他 你們有沒有 新同感受的感覺 你不要這樣 插多別人的卡 你先問他 你有沒有看這套 可能別人很乏 我們很氣 我們看一看 就是因為有這條 有這條蛋線 我們才不用做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十年都這樣 氣就可以了 有Tony說的 也與我們無關 當然 我們回來後再說 這一套是 很現實 現實得來 帶點殘酷 或是很殘酷 人們會覺得是 的故事 並不像他的名字 那麼漂亮 或者追求女兒 有女兒追求 但他說很多 一個努力 一個天才 一個普通人 大家就算做同樣的事 得出來的結果 都可能完全不一樣 很簡單的一個結語 就是 你普通人經過的努力 都未必一定不行 正常 還有這樣說 作品上來說 這個其實我覺得 比較耳類 我看很多校園花 其實很少可以混入 這麼多現實的元素 通常那些校園花 很多都是叫做 青春部分 比較多些 很多所謂的青春部分 是不合邏輯的 就是做的事情 很脫線 所謂叫做青春無敵 搞亂了 整個校園 就是最流行這些東西 而這裏 至少他有些東西 先保護自己 就是說 我講得明白了 櫻花莊這班人 全部都不正常的 他搞什麼屁股 搞什麼搞屁股 全部都正常的 因為他們是不正常的 這樣 這個東西先保護了 叫做校園無敵 這個東西 叫做合理化的那些 另外就是說 始終你參加了很多現實的元素 因為他們叫做什麼 好像人 他們都這麼顛覆 這樣 畢業之後 應該要去治療社會 或者你想讀上 就讀大學 所以其實他們 你發覺他們的思想 都是比較現實一點 就算你空派一個 叫做平凡人 他自己都會 對他的前途有疑問 會去 向前一步的 所以其實 跟你一般那些 所謂青春的動畫 是有些分別 是真的性質上不同一點 既是現實一點 亦都說 叫做被人反思的空間多些 但同時 其實他又不是完全沒有踩穿槍的部分 至少說最後那一集 其實都有點亂來的 但我覺得還可以趕過去 就是說 在畢業上 大鬧那一場戲 其實我覺得 也是做得熱血有齊整理 都挺好的 但挺好看的 我真的挺好看的 但煽情得來 都覺得 都不是說不合理 如果你說 你是作為一個普通學生 你坐在那裡 可能你都會被你煽動到 都不期待 即是不需要道理 有些事情 你真的被你煽動到 就整個氣洪不氣洪 你打我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正常的 所以我反而說 那一幕他最後這麼濕 這樣收尾的話 他既可以把 他已經化妝 保持下來 保持下來 那個劇情可以收回 二來就是可以把一個故事 以一個青春的形式去收尾 其實我覺得是搜得挺漂亮的 可能是 因為其實 我看這套戲的時候 原來我是看消了一集 原來我是看消了一集 二十四 二十三元 二十三元 然後我看了二十三集 最後都叫做 原實得你有多厲害 原來我看漏了一集 二十三集 你看完之後 我發現尾完很漂亮 其實不需要二十四集 二十四集 後來彈 因為我真的看完之後 我心想完 我是沒有意識 我後面還有一集 然後我按了停 然後我看了 這套戲是非常殘落的 那些故事 我覺得那個位置完 OK的 我完全不覺得 後面應該還有故事 而你說 整套東西 帶回來 你說在裡面 我覺得寫得最好的 你說是 美少和阿仁 我也同意 這對寫得很厲害 而且他對 空泰和真白這對 是有前夫後應 回到最後 我記得二十三集 阿龍之介跟他說過 你之後你就要靠自己 因為 班天才已經不在 班天才已經說 程式 我都不會幫到你 其實 一個情況就是 阿仁 他不靠美少 因為他之前 你好像說 很多報道的事情 為何阿仁會上到 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他會美少 去到現在 就說 阿龍之介 是說 我都不會幫你 要靠你真正 你要去 要怎樣去追上去 就完全是靠你自己 就等同於 阿仁要去大阪 去學習這個腳本 如果你真的學習腳本的話 如果說 一定是分分的 這些事情 當然是同時進行 所以 當然你說 如果大家有什麼 約少心靈 或者你在現在的人生路上 都非常努力的話 我其實就 不建議你看這部畫 等你順風順風 我開心才看這部畫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是一個 很順風老 你一定有成為那個人 你是不好適合 你又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 就更加 真的不適合 尤其是你現在是七海的情報 那當然不要看這部畫 但是 另外想說 其實他最後24集 雷尚專員有沒有看到 有 有 其實24集都鋪了兩個 其實有兩個新人 叫什麼 都叫做 要完的時候就完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就是 那兩個前輩是走了 這件事很缺絕 不會說永遠有些校園回死拖 那一年永遠是沒有下場 海螺書 這件事真的是很真 都是那批人 沒有下場的 就是他可以換血都可以的 但是換血都可以 但是換血都可以 這個日間人車又搬回旁邊 我其實覺得你應該挺有氣憾的 就是二嶺的主角形式 存在旁邊 就是又來搗亂 那至於你說另外街 那兩個新人 一個色情人 一個色情人 一個人認真妹 暫時未知有什麼下廢 大家會再拆出什麼貨花 就是換了血之後 其實如果他拆鋪 都真的有機會 可能會再拆去 但是他小說的量 就暫時應該未夠做 就是未夠做 十三分 老實說 如果他照著 我回到最後 如果他照著這個調子去的話 其實 我欣賞如果他繼續照著這個調子去 就是失敗的 就繼續失敗下去 不要了 就是我告訴你 差海死眼 我看過作品名 我都知道 我不是指失敗了 是不是 你告訴你 之後我親白永遠做寵物 然後差海要做老婆 我不會 喊都不給你 OK OK 最後一句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讀者 聽眾人介意說 作者鴨智田一 剛才分析了這麼多次 他裡面寫實性太嚴重 太過切正現實了 這個人是什麼人 有這麼多月介入 不是 老實說 那些就不是什麼特別的經驗 我覺得太寫神 是不是真的難以為他看 你應該說他真的描寫一個角色 他描寫得很現實 應該說他敢於把東西放在上去 是啊 不會突然之間 就說哈哈 我成功了 就算了 這個 你可以說 但是當然 很多讀者會覺得 哇 你這樣寫下去 看下去 好像 一石營著 是不是有些實際人物 寫下去 又或者 反正這樣說 其實有很多作品 他都會敢於寫一些現實的東西 但問題 他後來都會用一些很無理 或者太過分樂觀的方法去描寫 是 不合理 最終都可能會說 人生是充滿希望的 只要你肯努力 凡事可成真 你說百萬 或者禮服紅麵合出現 打救了大家 通常都會有這些情節出現 但現實來說 哪有這麼多禮服紅麵合 你做 我又覺得不需要這麼多這些作品 偶然有一套這樣的作品 我都覺得不錯 其實是 在內在和質量來說 不是 其實我覺得整套看完 我又不差 還有一件事想說一下 就是他的BGM 因為他這套東西 牽涉了很多感情上的劇情 他的BGM 其實我覺得是有加成 BGM是做得很出色的 有些感動位 所以我反而期待二貴 這套東西 老實說 最終整套故事裏面 很多作品 就算有兩季 就算他的角色 他可能更少過 《櫻花莊》 他都可能每個角色都描寫得不好 但至少現在就是每個角色 你不要理他有多慘 至少他每個角色 他有個定位給他 他的故事 他背後都有個故事給他 而全部都可以 在二十四集裏面 完完整整地介紹出來 老實說 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這套作品合格有餘 其實我已經收到 滿意 我覺得這套東西 還有一個老師 我參加的老師 真的很影響 不是那個老師 跟哪一個人一對 沒有啦 但還是OK的 我覺得這個是水中以上 就是意料之外 老實說 以今季來說 除了《Cycle Part》完了之外 以今季來說 其實這套 老實說 不但二都第三 這個不是JC JC 是JC 很少有 JC做這類問題 JC做這類問題 做其他就是杯具了一些 好了 這一套就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